昨晚火箭队做客Staple Center迎战胡人 火箭挾着七连胜的气势 以134比108击败胡人拿下八连胜 而昨天也是NBA交易截止期限 交易传闻不断的林书豪 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夹带着七连胜气势的火箭 昨晚做客洛杉矶迎战目前三连败的胡人 许多胡人球迷热情高昂 前来支持自己的球队 而问到林书豪的表现 球迷们表示 我觉得可以吧 把那个教练不让他打 我觉得 我觉得他到其他队伍 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不希望吧 因为火箭队毕竟是 之前姚美有待在那里 我们就是比较喜欢火箭 今年表现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 我希望他会越来越好吧 对 而昨晚也是NBA交易截止期限 交易传闻不断的林书豪 以及阿希克在场外热身时 看不出有受到传闻影响的迹象 而另一个焦点则集中在Howard 这是他离开胡人之后 首次回到Stable Center比赛 他的出现也引起胡人球迷的不少虚声 今天是火箭队夹着七连胜的气势 来到胡人主场 同时也是Howard加入火箭之后 首次客场对阵老农家 火箭队能否延续八连胜的气势 或是胡人会终止三连败 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目前在CG排名第三的火箭 从一开场就一路领先 上半场结束领先胡人21分 Howard每次持球都引发球迷狂虚 但他个人全场仍旧砍下20分 火箭全队命中率昨晚高达五成 但是林书豪昨晚准度欠佳 全场只砍下9分 三个篮板两次助攻 火箭中场以134比108 大胜胡人26分 拿下八连胜 比赛结束之后 面对记者询问 林书豪表示 并不会太在意是否被交易的传闻 就一直在玩,不在乎任何事 我以为我什么都会发生,是会发生 我认为我在我的生活和我的生活 我看到神有完美的颜色 所以就相信你会在那里,你会在那里 我认为我做的最多的这些季度 我们已经冤枉了,所以我已经冤枉了 但是我认为要努力,我认为是我的努力 我认为这个阶段,我认为这个阶段